大家好我是小星 我是小方 今天我们要做一种比较特别的酸菜 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的 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胡萝卜 因为很少管它也不怎么施肥 所以长得比较小 看有没有大一点 这个有点大 这个胡萝卜很小一个 这个大的 还有迷你的 这个有点像葫芦 来看这个 这个很像葫芦 这个有点像葫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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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我们回家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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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这个叶子切掉 不要弄叶子 这个葡萄葡萄也很像 这要记准备那个胡疤 先把这个泥巴都刮掉 其实这种胡萝卜拿来咽成酸的 还是第一次做 前段时间做那个酸萝卜 然后听到别人说这个胡萝卜也可以做 而且放久了它还是很脆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尝试做一点 这个毯子以前是腌过那个酸萝卜的 所以里面还有酸水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上次有朋友说就是不知道那个酸水怎么做 其实第一次做你只要放那个冷开水 放一点盐直接在里面 它腌一段时间自己就酸了 像我们这个原来有酸水 所以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大概腌半个月左右应该就可以吃了 好了 就这样放着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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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